哈喽大家好我是韦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王者荣耀张飞的视频演示 因为张飞也没有什么用过 不怎么好用以前就因为一两次吧 也没这个音型 他这个音型就要13888 也不打算买这个音型太难用了 不是不是我不符合我的口味 我比较喜欢用生病类的或者那个铝花 远机铝抽色这个 因为是羡眠的音型 这周羡眠的吧 羡眠就马上来玩一下 为什么要把张飞设计来这么有点 有点怪怪的 然后他的二技能是可以跳跃的 但距离好像不是很长 他也不需要狼 但是他的大招要靠那个红色条状怒气 只要怒气满了才能换大招 他跟二技能跳跃过去 还能给队友增加一些防护努力 也能给队友和自己 增加一个防护罩 那张飞这个刚砍也不是很 伤害也不是很大 感觉张飞用的不是很奇怪 差点被他砍死了 而且好像很容易不能砍 他被打的就剩一格曲了 连逃跑的办法都没办法跑了 然后现在两个补血一起用上 都只能靠我方队友给力了 然后我这边就只能打打队友 熟悉一下这个角色 毕竟还是很少硬的角色 凉飞 张飞 就差一个关羽了 关羽到这么久都没出 体验湖应该是出了一个骑马的关羽 好像后面又被关起来了 原来又没出 居然先出了一个 先是把牛魔和安提拉重新更新了 然后又出了个火舞 现在是刘班刘班人群出来以后 到现在好像也有半个多月 就出了一个新英雄 那个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还不愿意密码 也靠签到每天签到就有了 但是我已经兑换成功了 常会的大招可以变身 变身之后攻击力啊什么都变高了 但是因为这个新英雄都不是很习惯 所以都还是带一个闪现比较好 安全一点 逃跑能不能逃得掉 这里面有好多英雄都用不是很习惯 那像张威李白 还有那个花木兰 花木兰还会好一点 李白李白其实有点用不来 因为好像都没这些英雄 因为好像都没这些英雄 这个张威应该属于坦克类的英雄吧 但是好像他防御力没有下雨那么高 因为我运不来也没有下雨运的那么上手 下雨这起码用的就简单一点 轻松点容易一点 他放这个张威放大招的时候可以指定方向 然后把他可以对方的对手震晕一段时间 刚才是对方的曹操被我震晕了一下 变身之后把曹操给击杀了 他在变身之后他的一技能和二技能也是都变了 都能把人打晕的 现在开始拆塔了 但玩意这个技能这个英雄还是实在是用不习惯 他没变身之后的一技能是可以把对方弹开的 现在没办法支援他 只要让我花韩信忍受一下 哎呀 他后面又来一个运行支援 所以说更也是没办法 怎么看着韩信被对方给搂离 哎现在又等着小兵过来继续守护着我的上路塔就可以了 我只要把这边的塔守住就好了 然后其他交给其他交给队友 给又慢慢发展 对方又有运行过来 他都不让我好好打 刚躲到草丛这个曹操竟然在有这么耐心在草丛等我等这么久 还好他没追到我 他就是这个二技能跳的太短了 他不敢往前冲 他们两个已经在这里 我可以拖住他们两个 拖住他们两个 给其他队友造成增加进攻的机会吧 我现在玩孙悟空是在打野 我现在努力把他们拖过来 他还在对方一行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现在在中路打得很激烈 我去中路支援一下 我一个大招可以把对手挣养满了 随时准备换大招等他们下来 好 适时准备换一个大招 应该有几个应该能被我证明吧 想撑到塔一下拆塔 感觉在变完变身完之后 也是进不住塔的攻击啊 直接打到最深两格血了 变身完之后也没也没多多厉害 如果遇到攻击力很高的人 照样还是容易被人击杀的 先通过就有着 一直进去 想撑到寸武昆肘 好 拍ера一张 来 起来 我下来跟着孙悟空走 这张慧 张慧拿着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像个打狗犯一样 我还说武功掉线啊 退出游戏应该是掉线还是什么 我打这个游戏好几次也会突然断线 然后又掉线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电视 那时候是边看电视边玩游戏 那也不会是卡住吧 这都是延迟的 不知道网络是网络问题啊 还是这个游戏的问题 手游就有点不好 网络不是没有电脑上面稳定一点 有的时候来个电话 你要接就很容易断线 而且他就重连了之后 还要等半天才会连得上 好麻烦 赶紧放一个大招 打对方提 看能不能杀杀杀几个 反正想宰杀曹操了 但是没办法 他们队手太多了 我攻击力都都没攻到 那刚才又铲到一个 应该是曹操被我击杀吧 张辉杀了曹操 要是在商国里面的话 那就是一个 那就是载入死侧的大事 那时候队友是说我早点干嘛出的 可能是嫌弃我太晚花大招了 没办法玩 张辉用的不是很奇怪 这就是线面玩了两下 现在准备去中路继续支援一下 这就是线面玩了 没抢到人头 张辉张辉好像 好像在战国里面也就是跟刘飞混得好一点 除了他的五那个 张辉杀费 好像在战国里面也就是跟刘飞混得好一点 在三国里面也就是蛮力啊 好像有一次还还挺 还能靠脑子能赢过一场战争的 还是假装喝酒什么的 然后骗取了一场战争赢过 这里对方 呃 换下戒备之心 那场战役忘记要叫什么了 这时候赶紧变成赶紧赶紧 又又有两个人追杀我 还好我许了 这个血厚够厚能耐卡 把他引到我方打那个有队友的 攻击地方去 然后准备放大招 所以剩下交位 我方队友一起合击 这个曹操要挂 现在就是他们他们想击杀我 看到我残血一直追我那个曹操 然后两三次都是对我给害死的 我方我方队友很可以 现在就是刚才一个公管山山 这方现在已经就剩一个人醒 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我也没多少血 我准备拆塔 拆完塔再回去服血 强拆强拆 拆完下路打才好打 后面才可以安心的打 拆完了 拆完了 加个暴力之甲 然后准备个草丛回去服血 上面打的好击地 等我 1945 收尾 这里面的战士感觉还是呃 铝布 铝布比较 比较厉害一点 这上次 对刚挑的话 像上次以前玩过一对一个就是 鋁布对亚瑟 亚瑟肯定是挂的 然后这如果鋁布就是战士 当条战士里面我感觉就是鋁布最厉害吧 然后这近期战那个鋁布又出了个新皮肤 像一个机甲战士一样 感觉那个皮肤不是很好看 还不如原汁原味的好看 不带皮肤的更像更好看一些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设计的怎么设计 这个我和对我和韩信一起击打这个叫主宰 可是我是靠钢卡 韩信也是钢卡 两个都 我们击杀 击杀了韩信 既然没有人来干扰我们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击杀 击杀了那个主宰 击杀完主宰以后音乐也变了 但是新版本以后更新的才有 以前是没有的 好看 比方23比10来准备花一起一波进空吧 等最有到齐了 准备花大招 大招花的有点浪费 什么人都没打到 我这一打到人马上见他就开始攻击我 别跑别跑让我宰几个 哎呀变身结束变身时间好短 不过在结束之后对方的塔也基本是被拆了 我换了那个 超级兵也是赶到了 啊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我换MVP是空本 再换MVP是露娜 露娜才杀一个人就能 就拿MVP 哇这边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